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聊一聊 我听到了一些很熟悉的歌曲的声音 好来说一说 刚才收到的关于学校开学登进一步的信息 也有的很好 所以我们还想着说 这个 特时数没有任何变化这些学期 但是晚自习早自习出来之后就傻眼了 因为学校的话多了两个班自己就进 于是这个早自习晚自习时间上就或者用人上就更紧一点了 就是增加了一节早自习在星期五的早上 好消息就是星期五呢 我正好一二节也有课 所以本来就是7点40开始上的一节课 我就是相当于跟早自习连起来 反正星期五本来也是睡不成什么懒觉的 或者说也没办法再巧误的 一定是上完了课之后还不错 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也许它也是他们的考量 也许也是他们交务处也是故意这么排的 就是想到你给这种选择 要你的游客可以排一下 所以我想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还行 我不能说是特别好 但是让他们说是还行 因为我先说是真的 懒得去跟他们去车吧 现在的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尽可能的少一事 懒得去跟他们再去吵这些架 相信能会有些老师会有不满吧 因为有些老师的话 本来是只有两个晚之期的 现在就变得多了一个 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他们至少放在星期五的早上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他们做出的一些选择 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 另外一点就是 刚才买了一本新的英语教材 我的剑桥英语法的终极 对 我们的初级今天讲完了 讲完了 应该说是今年我没有想到 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 突然一下子 突然一下子来了这么个信息 还说给学生上课 我说今天讲了多少呢 我说我能够看得我们的原书了 因为在之前上课的时候 我的书都不在身边 我去旅游的时候 没有把书都背在身上 结果我的学生说 应该讲最后一课 把我当经兆 一百一十五 但我没想到 在这方面 居然唱了今年的 好像是第一个节点 那么我想说 那么接下来 就是剑桥 异语法的终极吧 其实不是说我不想去搅点别的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不想开那些箱子 然后买箱子去翻 翻来了 也许学生又得去买一本 我觉得主要还是不想开箱子吧 那我想把这个系列 咱们接着做下去 接着做下去 那这个做就 又是个跨年的项目呢 没怎么好说的 一路要做到什么时候去了 是吧 那这个东西我想 至少会有一半的课程 会放到一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我换地方之后 从另外一角度上来说 我们的这个下半年的话 或者说 今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 同时也充满了趣味的意见 上半年你会在一个学校里面 奇奇怪怪的度过 但是好就好在呢 这个学期很短 很短 这个短学期 所以在苦闷 也就苦闷这么 两个来月三个月 所以说两个来月 那时候好像又短了一点 是因为 进入到 三月份之后 三月四月 这两个月完了之后 我有一门课要停 因为五月初 我的一个学生 就是参加AP 这个拉丁语的考试了 他一看泰山语考试 我这个拉丁语就停了 而且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也就进入了 我们的考试季 也就是我的A-level那边 也慢慢慢慢的要参加考试了 就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可能三张数据要考两张 然后第六月份 最后再考一张 再考一张数据 就大概是这个情况 所以 在三年程度上来说 六月份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 被考也是 考完一张就丢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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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情况 考完一张丢一张 那我们也就是需要在这个时候的话 也可以说狠狠的做一些准备 从临近程度上来说就是 五月份五月初你丢一节课 丢一门课 然后五月末 那个时候的话 你另外一门课 也基本上就去掉一大半了 六月份基本上就是 还剩下最后这门课 最后这一个考试 到那时候就相对比较轻松 那我也就在那个时候 开始琢磨着 对吧 收尾 搬家 找房子 另外的话 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在于 我的两个城市 我的双生计 现在的话是两个城市我在 思索如何挑选嘛 一个是汕头 一个是 这个 一个汕头 一个 一个南宁 今天的话有一位 南宁的网友倒是保明了 但是他是我的网友 他不算这个非常强的一个证明 只能算是类似于半个 不太具有说服力 说服力 因为这个东西最强有力的证明 是来自于当地 当地的这个活力 有多少人能看得见过这个活动 然后有多少人通过这个活动来报名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希望能看得到 有更多的当地人 那通过 看到这个活动来报名 正名当地的这个 市场潜力 或者说 当地的这个 人的这种活力 简单的说就是哪一家多 我就去哪家 在其他的地方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生活成本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好 这是关于 这个 两层 到底选哪个 好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刚才我 林总没事 在刷这个 手机 在看我的裂聘的时候 裂聘有一个最近看过女 然后我当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就是领岸教育 我的前 我的前这个 前任公司 在 广州那个 前任公司 我没有想到的时候 领岸教育 他现在 还在招聘 而且 他放出的职位是一大多一 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招聘 真干嘛呀 那有两个可能 一就是 是不是要 扩招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大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是不是有一堆老师要走啊 也不是我 我可没有去那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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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一堆老师 所有学科基本都要找 真是挺好玩的 当然 他肯定是搜到了我的简历 他也不至于来打扰我 但是 我还挺希望他能够低声下气的来求求我 他可能性不大 因为毕竟跟他不是那种 友好 友好切断 就属于 人家把你给吵了 人家不满于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要让别人低声下气来求你回去 可能性不大 但是当我看了这个 我确实有点心在轮廓 当然 这都是属于开玩笑的说法 人生根本要是往前走 现在的话 至少我觉得这学期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去稍微考虑考虑的话 也还不错 这个开头 也还不错 基本还是符合自己的期待 出来有些比较恶心的事情 那种事情 我觉得以后可以去跟学科组 因为我现在也不在学科组的人 他管得着我 我也可以跟他去商量 就是那个比较烦人的 所谓做真题的事情 所以跟他去商量 对吧 温州冷吧 温州冷 但是我觉得还好 今天都好像是二到十一 最终只有两度 确实你说冷的 确实冷 确实冷 但我觉得还行 关键是现在 对吧 每天都活在 我不能说水中火热 但是每天都活在一个 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个状态下 你说很苦吧 你想想看 是吧 这个事情完了你就走了 好像也不那么苦 但是你说不苦吧 这个学校 我觉得他就开始 又开始疯狂坐摇 又开始疯狂坐摇 根本没暖气 是不是 这么暖气 其实我的寝室是可以开空调的 寝室是有空调的 只是我一直没开过 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我都没有开 但是现在我基本上不在寝室的客厅里做的 我那是在我自己的小房间 在小房间的话其实还可以 我会到一个特别特别的温暖 甚至是一个热的地方去 刚才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也说了嘛 就是这两个城市 一个汕头 一个 南银 二选一嘛 好了 二选一 也希望这两个城市的朋友 能够接纳我一个 那次外地的 去哪个家伙 我希望能够过得比在之前那一年三个月 只有十一月 在苏州场平的时候要过得更好 另外的另外一点就是顺着刚才的话题说 刚才的话 我说到我的前冬家他们现在在拼得命的招聘 就是所有的学科好像都在招聘 快把我笑疯了 那我不是说我非要去吃回头草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可以考虑什么呢 就是这个学期确实是老师们的跳槽季 这学期会有很多的职位放出来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在今天早期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事 就是可以给自己加速的情况下 就是给自己加速 提速 这个提速其实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 确实你找到了一所工作 而这所工作的话 它不允许你八月份就去帮忙 那我就算是做一个超级恶人也好 其实是提前民族 就是这种提速 当然这种提速 确实我做到这次就要做超级大的 超级大的 另外一种提速的方式就是 就是如果你能够再找到一个offer 那么你的整个状态就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 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你特别特别想去的 但是它又允许你在八月份的时候去 那这个时候你整个状态也会非常放松 更多的地方你会更不计较 有可能能够激发出更多的东西来 或者说能够让你感觉到 这个生活一下子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要稳定的在岗 谁说的 哪个人说的 我现在就是不想稳定啊 同志 我现在就是不想稳定 很多城市生活不完 这倒是 好 其实你说我工作过很多城市也 也不是 也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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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啊 我在老家 那是好多年前了 在老家的时候 老家完了 当然老家也还要 分老家里面也有些不同地方跑来跑去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 老家完了之后就广东了 深圳 深圳完了之后 摩尼摩完之后 广州广州到这 我并没有觉得我跑过 你说的那个 那个是我旅游啊 旅游啊 短信班啊 之类的事 那确实跑过很多地方 我在全国都快跑遍了 对吧 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还差台湾 台湾去不成 否则的话 我其实特别希望去台湾的这个假期 然后 国内大陆这边的话 我还差三个地方 就是黑龙江 呃 江西 我就差这三个省还没跑到 其他省我都跑到了 对 我还挺自豪的这个事 我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 基本上跑遍了整个中国啊 而且这个跑不是只是在那待一天 不是只待一天 很多都是在那待七天 要在那开个短信班啊 国外 海外 至于具体哪个 哪个国家我还没有定 但是就是这一次我打算先搬家到 对吧 离开这个这个这个地方搬家到 刚才我说到那两个城市中间的一个 然后呢 从那里作为根基地 再往东南亚进发 再往东南亚进发 比方说 去这个泰国 看泰国能不能够 我说的不是旅游 我说的是旅居 旅居 旅居一段时间 开启我的海外旅居生活啊 家人的话 目前我妈是肯定移不动啊 是吧 我妈肯定移不动啊 她现在得照顾她的老人 把这个老人照顾 走了之后才动不掉 但是应该也 但是现在话说的有点难听啊 没有几年了 因为老人家已经岁数非常大了 非常大 像我妈都70岁了她的妈妈 你现在看什么年岁 对吧 所以要等到她老人家走了之后 然后我妈 我才有可能慢慢的带着她出来 是啊 我也是希望能够把她带出来啊 对对对对对 我也希望能够把她带出来 比如说到这边来搞个养老签 让她在泰国养老吧 我也想过这个事 我想过这个事 那总体来说 首先得把自己先搞定啊 要把自己搞定 你自己都搞不定了 你自己都现在都难受着呢 要弹劾照顾你的家人 我说弹劾照顾你的家人 那可能办法就不多了 那办法可能就不多了 那我只能说尽量做她的这样工作吧 另外的话 让她多来见识见识外国的好 多来见识见识外国的好 多来看一看国外 她现在就是属于这辈子没有怎么出过门 哪怕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工作 她都很少用 所以她是一个很没有什么见识的70岁老太太 没结婚 没有 没结婚没孩子 没有结婚没孩子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其他的好多的同事 他们都不太可能像我这样 还有机会啊 说走就走 说辞就辞啊 他们可没这个胆量 也没这个办法 也许吧 也许吧 但是用我妈用我妈话说的就是她说的就是等她的妈妈走了之后呢就跟着我跟着我到处跑 她有说过这个话 我希望她能跟着我走 我希望她能跟着我走 我希望她能够多出来看一看 这个能改变她的很多想法 比我跟她吵架要有效的多 当她看见了之后她就会有改变 当她经历过之后她可能就会有改变 这个力量比我跟她吵架 我这句话 比我跟她吵架有用的多 好了 那就不说了 我得赶回家了 结果晚上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我的正儿八经的事情还没弄完呢 这些事情慢慢聊呗 对吧 你要感兴趣的话 我们有的是时间聊天 虽然毕竟明天就有什么 找个伴儿 我已经想了 你怎么跟我那些同事似的 我同事也没有说我该找个伴儿 因为我有一些保守的这些亲戚之类的 或者朋友之类的 好了 也说到这么多 我们慢慢聊慢慢聊 这些话不是异样题 就能说得清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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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